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昨晚的国民美眼看呢 我们在美眼看的专题才刚提到 就是苏丹街拆老店 然后要见捷运的课题 还有专家在节目中就说 这个问题要让专家来解决 那今天就有人出面处理了 他是不是专家 你自行判断 但他自称是最会帮人 最乐意帮人的总会长 而且他可以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来看整理报道 在政治的领域 不可能可以成为可能 可能有时可以成为不可能 今天我们是讨论 因为这个MRD的建筑 使到这个有三四一间电物在加拿大树 但他受到影响 所以今天我们讨论了过后 我们达这个共识 就是政府还是征用他们的地 但是技术人员说六个月 下面的建筑应该会地铁将会建好 他们会继续地移业 所以他们就可以保留 他们的建筑物和特征 我觉得他只要在深层地底下 因为这些老建筑基本上他们的基础都不会很深 他只要在深层地底下做捷运工程的话 大致上是不会有什么影响 我表示欢迎 但是他必须要去进一步思考 就是说半年室内对他们的那个影响 就是生活的影响 只是说他们半年里面的那个损失 因为有些人 他如果他一个月没有做生意 他没有收入的话 他接下去的日子就会影响了 主要这个我觉得可以解决 那就是算圆满解决的 当然如果他可以避免在这个 谷籍区的地下穿越的话 那是最好的 我自己的认为就是说 其实更适合的一个路线 是走那个城镇陆路的那一边 上去接上布鲁拉雅 接上布鲁拉雅 然后再衔接上布鲁迪当巴拉的那个站 OK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在于 它来自于民间的反弹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大家都看得到这个吉伦坡的这个 历史跟文化的最重要的一个区域 不应该因为这个铁运而这样子开除 而且在我们都认为工程技术 都可以克服的前提之下 我觉得不应该很随意的这样子 就认为说拆除好像是比较简单的做法 因为他没有考量那个历史的价值 我想这个首歌应该是可以送给这些老店的业主吧 这个问题因为民间的反弹 所以现在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得到解决 你觉得这目前处理的方式 半年迁营然后他们完成工程也再搬回来 这是完全之策吗 其实我们看回之前的历史 之前当政府建这个Kel Tower 基隆坡塔的时候 基隆坡塔是建在基隆坡唯一的这个保留地 那个叫做Buket Nas 叫做咖啡山不是叫娜娜山也不是叫黄菲山 当时我记得政府为了保存一棵树 那棵树据说有整百年应该是很久的历史了 为了要保存那棵树而把那个工程计划呢 做了一些调整 因为这个调整政府要花上好几百万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为了建Kel Tower 能够这样做 所以同样的这个道理 班塞要建这个MRT 苏丹老街道他原本就不应该是个课题 特别是你在技术 在人力 在这个钱财方面能够解决的话 就不应该是个问题 所以他政府的反应会比较慢一点 当华社对这个东西的反弹来了之后 那么由蔡细利 由代表华人的这个马华工会 去跟这个陆路公共交通委会谈的时候 才谈出结果 所以如果这个SPEC在找钱 就意识到说 你要真用这些地的话 能不能够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他们应该参考当初政府建这个Kel Tower的时候 如何去保护那一棵树而已 只是单单那棵树而已 是 他们就忘了这棵树的存在了 现在可能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内 这个保护古迹的工作 这么顺利的完成呢 完全的豁免了 光鑫你怎么看 我在想 这个有一个我不了解 之前这个SPEC是非常 态度非常强硬 说不能 如果我们要在地底进行工程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征用地面上的这个地皮 然后现在突然间他就告诉我们说 有另外一条法令是可以让你征用地底的这个土地 然后不去征用土地面上的这个土地 这很奇怪哦 这究竟是我们的法令出现了问题 还是我们的政策出现了问题 然后为什么一个礼拜内 如果你说 蔡总会长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我的问题就是 SPEC的那个 为什么当初 从那么当初强硬的 现在来一个U-turn 说可以了 究竟是什么问题 最好了 现在他改变了这个做法之后呢 大家也会去检讨说 为什么之前的说法 就是不一样的是吧 那现在我们看到呢 是马华总会长蔡希利 他出面去参与的这个交通事宜的事项 那站在这个我国制度规划上的行政管理啊 这是合理的一个举动吗 由蔡总他出动 其实政治是一切可能的意思 蔡总总盛都会讲的 所以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之下 由他来领先 或者是这个交通部长江泽汉 可能进来比较忙 就好奇耶 他没有出面 哦态度行动开始了 他可能进来比较忙 顾大道顾交通 所以这个这么重大的任务 就交给代表华人的这个总会长 由总会长 由蔡希利跟这个露露 跟这个SPEC来谈 可能这个蔡希利在谈的事 在谈之前 可能他心里面或许都已经有了谱 认为说这个东西 或者是他之前已经跟更高层的人打了交道说 我会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等一下 如果今天马华连这样的问题都不能解决 然后我们讲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的话 那马华就可以打包了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那现在接下来要着手什么 要着手政策啊 法令啊 不是每次做救火员啊 有问题就救 我们等到欢迎你来救火 那只回到最后 你是一个立法议员 你是一个政党 你要回到政策层面 不能常常只当救火员 没错 像蔡总说的 可以把可能变成不可能 或者不可能变成可能 这是民间 如果说老百姓他有急需 你解决问题 这是无人欢迎也感激不尽的 但是还是要回到政策层面去调解问题 好 欢迎来看感谢你的收看 也感谢今晚两位嘉宾 祝你晚安 小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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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